在美國領導的聯軍對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的目標進行持續空襲之際 奧巴馬總統召集聯合國峰會 突顯在打擊該組織的持久戰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挫折 奧巴馬說伊斯蘭國組織在治理博約以及內戰和教派分亂的地區繼續立穩腳跟 為了在敘利亞境內打擊伊斯蘭國極端主義組織 奧巴馬升旗二呼籲在敘利亞推動將阿薩德排除在外的政治過渡 奧巴馬總統再次表示美國願意和伊朗以及俄羅斯等國合作 確保實施政治過渡並且打敗伊斯蘭國組織 我為民主基金會的分析人士加騰斯坦·羅斯 形容目前的局勢日益複雜 奧巴馬在打擊伊斯蘭國和暴力極端主義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說結束時 呼籲各國與穆斯林世界征程合作 在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避免走向極端化 美國之音記者潘德 梁國報導